跟着熊鸡走 吃喝啥都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熊鸡的频道 让我们带你走进北美的投资生活 我们现在熊哥 你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六月份降息以后 很多人在猜七月份会不会降息 你猜会不会降 我觉得有可能是维持不变吧 维持不变 我们看到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讲的是七月会降息 你信不信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已经涨息涨了好久 而且去年又维持了一点不变 已经是高息时代有很长时间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人还反而在说 可能还会加息加回来 你信不信 有些有些频道会说 这个我倒觉得我就反对他们了 说加息加了个寂寞 降息降了个寂寞 对不会的 我觉得至少是维持不变 就加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那降息的呢 现在有一些声音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基地的银行的一个经济学家总监 James 他说接下来的两个通战报告很关键 可能会再次降息发出信号 就联系降息 就是说 就是说有一个人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说 这个可能需要本月或者下个月糟糕的数据 就是数据如果要很糟糕 才能够阻止加拿大洋行降息 而不是说数据要很很好 才能让加拿大那个降息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说就default是会降息的 如果说还有出了一些很肯要儿子的东西 他才会不降息 所以说很大概率是会降息 这样 对 加拿大洋行上周的利息利率决议降息的时候 同时那个那个摘要上面说了 透露了在最终降息之前 等待更长时间讨论情况 再要说 虽然他们认识到进展可能停滞不前 像美国那样 但是他们一直认为 随着核心通战率连续四个月放缓 且各项指标显示下行四头持续 已经除够取得了足够进展 一直有理由在下调政策利率 就是央行虽然很谨慎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们会对近期的核心通战指标的放缓 感到鼓舞 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些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看核心通战嘛 啊 对 而且很多人说呃加拿大一降息了 那个加加币会大跌 呃6月5号 对 是跌了 但最近加币慢慢涨回来一点点 不跌的 呃 现在加币对美平是73块多一点点嘛 对比6月5号大跌了以后现在又涨回了 好像并没有像很多人那么预期说呃 呃一降息那个加币就会对啊大跌 然后就会是这样的 明不了声 如果是加币对啊 他们还说的加币加币大跌就是假如加币在降息的以后大跌相对美金大跌 那么会推高通胀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东西到这儿卖更贵了 就像同样是iphone嘛 你原来你买一个iphone 但是iphone不是这个核心通胀 就是你同样是买一个买一个水果的话 原来是两块美金 那么对应的是两块呃 如果是1.3的话就是两块六 那如果1.4的话就是两块八 这平白无故涨了两毛钱 那这反反而回来就通货膨胀的指数 反过来又会影响央行的的决策 因为央行觉得哦 通货膨胀增加了 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再加再再降息了 对吧 它会停止了 这样 对但最近来说 最近这两个星期好像加币又涨回来一点了 对所以加币涨回来 同时油价也没有没有稳定嘛 所以说其实还挺稳定的 是没有什么大跌大涨的过程 然后如果是这种情绪继续维持 那么我就回头六月份 七月份如果跟六月份一样的话 那么实际上核心通胀 如果还是还是在保持低位的话 它就可以再加息 就是他们肯定是这样 这样一次然后看看市场反应 再这样一次 看看市场反应 对吧 如果很厉害 然后再还回来 因为同时要等看美国 要不要降息 美国大概率是不是很会降 但是如果加拿大每次降一点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它肯定还会再降 因为加拿大的经济 还是比较虚弱了嘛 所以它还是需要降息的刺激 对我说这个降息对经济的影响 这个我们要看数据嘛 要有一点点难嘛 不要说一降了就是民不聊生 加拿大就要崩溃了 这这这些博主说的都没有根据了 就而且很多人都不是经济学家什么的 就大谈经济理论 我觉得对我们还是要看我们都看我们的频道 要看看数据 嗯嗯对 其实是数据来说 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包括水果 手机流量 还有一些衣服 汽车租赁的价格 都是有所下降 就是其中其中有一个 因为汽车租赁市场是CPI嘛 就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 夏天出去玩 可能都要租车嘛 很多人家也没有车 他可能想要去玩就租一下车 在当场的人 然后平常都就不要养车了 他一年 这个汽车租赁一年的价格变化 现在在19.1%了 租车行业的疫情爆发的时候 出租车卖了很多 很大一部分车辆 因为出行的人都太少 另外一个就是说 租车工资就亏本了嘛 但是半导体的短缺和其他供应中断 重创的汽车生产 导致汽车租赁的价格大幅上涨 买家的购买价格也大幅上涨 你也知道 但是二手车的价格是超级贵的嘛 那现在呢 已经供应链散了回来一些 然后市场居于理性了 那租赁价格就随之下降了 就是没有物以稀为贵嘛 以前租车公司在最开始把车都卖了 然后又想租车 然后没车了 然后又买不到 所以说这个 这个价格 租车价格非常高 其实去去年 前两年租车价格确实高 很高了一整 感觉跟根本都租不起 随便 而且还没有车 那现在他说 过去一年的租赁价格下降了近五分之一 那另外一个是家用设备 就是大家用电器搭建的appliance 那一年价格也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 就是说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2019年的2020年 家用电器的价格是在持续下降的 但是因疫情改变 供应问题 再加上消费者强烈需求 导致价格大幅上的 就是大家在家里没事干 就就觉得啊 我要更新一下设备 所以他就没事就买买买 然后呢 现在又回到皮软时期了 就是更高的利率就重创了房地产市场 然后人们就不会为了新房买那么多家电和家具 然后呢 就是说人均三品支出已经连续十个季度下降了 所以说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稳理性状态 那衣服呢 也是一年价格也下降了百分之三点六 就是说服装的价格是快时商的品牌 绝大多数只在低工资的海外市场生产 就是说很多服装反正是一直在在往便宜的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供应链如果恢复的话 一旦已经是恢复的话 那么衣服它的价格是嗯似乎越来越趋于平民 那个下降了呃 然后这最重要的是关于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蔬菜了 一年价格也平均下降了百分之四点四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有人就是感觉到 我看了之前我也经常贴出来这个商品的价格对比是吧 对比一下美国价格对比加拿大价格 然后呢然后说自己买了一个东西七八块钱十几块钱 肉呃菜都吃不起了 但我感觉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 特别是我们也每天都出去买东西嘛 我感觉现在夏天时候呃水果蔬菜都很便宜啊 又回到了以前那种促销的时候那个价格都还吃得起了 对好像已经呃没那么贵了 没讲有点笑话了对嗯嗯 所以我所以我觉得因为这食品食品实际上是非常影响了 就也影响大家的心呃最直观了对吧 你出去买菜每天经常一个星期都出去买呃就感觉到 那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是在那种特别贵的那种店里买的话 可能它的价格还是上涨 但是有平民超市了 大部分人也不会去那个什么后富的那种绿色食品那种特别贵的地方买 所以我感觉可能是消费嗯在平民上可能变化不大 然后可能最贵的可能他们还是会 贵但是跟市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说总的来说我感觉CPI值如果不出他的问题的话 7月份会跟6月份差不多还稳定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央行就会觉得呃可以再再下降息 因为再降息一次 对对对 因为下周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可能会就是说在5月份和6月份的呃通货膨胀指数会会会有2.6 2.5 还有低于4月的百分之2.7 然后通货膨胀就会相对平静 如果没有没有新闻就是好消息 没消息没有我也坏就是好消息嘛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平稳的话 那么他就可能还要再顺序的再再降一次 嗯 因为欧洲央行也降了嘛 其实是加拿大加拿大降了以后欧洲降了 那欧洲降了就反过来又给加拿大一些信心对吧 如果大家都不跟就有点害怕大家都跟的话就还好了 对说不定加拿大欧洲啊一起来跟美不要跟着美国走吧至少 对啊跟着美国走 美国是美国是拿全世界的钱来补贴他自己其他国家没有那个那个能力 就是说如果说接下来如果7月份降息的话 那么就是两次两次降息有可能就是说会难只有在本月或下月数据糟糕的情况才能阻止央行降息嘛 因为他们都觉得核心通胀连续四个月放放缓子 不要显示持续下行动力已经除了取得了足够进展了就值得降息了 呃 网友们确实是对家人的汇率和人工成本 但也有说美国股市就是说加拿大加西美国如果不加西加拿会亡 但就我们走走着看吧 我们看看7月份他我觉得数据因为数据没有没有完全证明呢 就除非有非常糟糕的数据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大概会再这样去试试看的 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 我们要再做一些视频 我们要再做一些视频宽心鼓舞我们就我们就来读一下跟其他博主读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息 我觉得明星所向还是在降息的呃 你说希望加息的人多还是希望加息的人多的 嗯 我觉得希望加息的人多 我感觉也是那也许是也许是我们信息减方 但我感觉上很多人还是希望降息的 因为降0.25这个如果因为降息会实际上会刺激加拿大的不是说是楼市吧 其实是会刺激加拿大的经济的也会让你央行的那个负债债券还还贷压力小一点 也会刺激这个整个市场经济投资整个因为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借债嘛 如果说借债他还的小一点他就有多的钱给给给给那个有多动力去去开拓就是开辟新的业务嘛 这样的话整个市场就有活力了 好那我们就希望看到7月份有没有降息看最后是打谁的脸 嗯好好的好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请多点赞 关注转发也可以在留言区来说下你对降息的看法 到时候我们7月份时候再回头我们再再review一下我们今天的观点 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和discord讨论群支持我们 好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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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